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一段很短就一句话 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但是作者对第一段说的情况并不太乐观 即便在最最有利的情况下 circumdances表示情况环境状况 它一般都是跟这次in搭配 然后fearable是经常修饰它的形容词之一 叫有利的情况有利环境 即便是在最有利的环境之下 怎么样呢 只有一非常小部分的这种生物 亏齿怎么样 that die 结果就两次 但是定于从就死掉的 死掉的动物怎么样呢 能够通过这个方式能保存下来 就是在什么被泥巴虚数掩埋 保存下来 before decay sets in 就在这个开始腐烂之前 这个set in表示不愉快的事情 开始存在并且持续下去 一会会讲这个重点 大部分叫set in 或者更有可能是 we even more likely是插入语了 更可能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食腐洞 这个吃掉它们之前 就是即便是在海洋里面 河流里面和湖泊里面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罕见的 为什么多数呢 在被保存之前就烂掉了 或者被其他的食腐洞给吃 给吃掉了 这种意思 好 下面看一些细节 首先先看一看特别重点的 咱们需要大家背下来的一个搭配 叫circumdances 叫做环境条件状况 它一般都是跟哪些词搭配 这个作为常识的背下来 你像有利的条件 叫feurable circumstances 有利的条件 有利的环境 还有我们多次说过的逆境 adverse circumstances 或者unfearable circumstances 这种不利的条件 或者翻译逆境就好了 adverse 有害的 很不利的 unfearable fearable的反义词嘛 也是表示很不利的 逆境 还有像这个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就叫做例外的这个情况 例外的情况 special circumstances 特殊的情况 unusual circumstances 也是表示特例 特殊的情况 这是表示例外的情况 或者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 也是跟附属名字 circumdances 还有像unvoidable circumstances 就是无法避免的一些状况 还有像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就是这个未曾预料到的状况 或者不能预测到的状况 foresee叫预见到 未被预见到的这个情况状况 也是常证搭配 还有能用其他形式修饰 比如说economic circumstances 叫经济状况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叫财政状况 金融状况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就是政治局面 政治状况 social circumstances 社会环境 社会状况 这都是我们经常 跟circumdances 来搭配的一些固定形式 咱们把它弄熟之后 所谓的语感就来了 语感不是个很神秘的东西 是随着我们的语言的 固定搭配 和一些文法的 使用方法 思维方式的熟悉 慢慢慢慢形成了 这个语感 是随着水平提高 语感自动形成的 语感是个必然发生的结果 而不是你能 这个用手抓住的一个东西 它很出现 慢慢就出语感了 另外还有 跟这个circumdances 常见的借词搭配 那么你像本文中的in 有的时候可以用的end 在什么什么情况下 或情况之中 中和下都可以用它 还有due to 什么什么circumdances 由于出现了 什么什么的情况或状况 due to 也是经常跟它搭配的 这些语言语 你像我们看 这个 本文中就出现 这么一个搭配 你看本文中 155页的第13行 155页的第13行 在本文中 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some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它是几乎总是 由于某些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 陆地动的痕迹 才能幸存 不被摧毁 你看due to 是这些词 刚才special 形容是搭配也看到了 这是常见的搭配 我们再看一看 在195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195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出现了我们说的 逆境这个搭配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怎么多次见过的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很多人认为 是逆境之中 很不幸的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被剥夺了 20世纪最重大的机会之一 就是受教育的这个机会 逆境 adverse circumstances 很不利的环境 还有再看一个 跟Ander搭配的例子 A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you leave the door unlocked 你绝不要 把这个门呢 不锁着 让它这么待着 一定把门锁好 Ander no circumstances 后面要跟道庄与序 因为Ander no circumstances 表示否定的 这个状元风的巨手 后面道庄 就是绝不要做模式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这是circumptence 常见的形容词 和其次搭配 好 再回到句中 他说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呢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creatures 仅仅有非常少数的 这个生物 A fraction of 回忆 我们在第二课就讲过 叫什么什么的 一小部分 A fraction of 就是什么什么的 一小部分 本来就很小了 咱们复习一下 第十一页 第四到第五行 第十一页的第四到第五行 We owe a lot to the birds and bees who eat insects but all of them put together he only a fraction of the number destroyed by spiders 还记得吗 我们 We owe a lot to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那些 吃昆虫的鸟活动 但是它们全家的一块 杀死的也不过是 被蜘蛛杀死的数量的 一小部分而已 a fraction of 那么经常可以用一些 形容词在限定fraction 表示极小的一部分 a small fraction of 像本文中这个 还有a tiny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极小 或者a mere fraction 仅仅这么一点 可以进一步加强fraction 语气 表示更少了 极少数 极小的一部分 看一下例子 a mere fraction of available wind energy is currently utilized 仅仅非常小一部分的 这个风能 现在被利用了 被使用了 这个表示一小部分 仅仅非常少的一部分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a bank's total deposits will be withdrawn at any one time 仅仅这个银行储蓄的 非常小的一部分 能够在某一个时刻 被提取出来 在任何一个时刻 要把银行储蓄都取光 是不可能的 都取光的话 那银行就没法贷款了 对吧 在任何一个时刻 我们取银行的钱的话 仅仅银行的总储蓄的 极少的一部分 能够被提取出来 叫做a small fraction 大多数人存的银行 是不动的 这是这么来说 再比方说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句子 出现a tiny fraction although sexual and violent crimes have increased by 10% they remain only a tiny frac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rimes committed each year 尽管性方面和暴力犯罪 那么上升了10% 那那依然呢 在这个每年发生的 这个犯罪情的总数量中 占到极小的一部分 a tiny fraction 表示什么什么 这个很少的一部分 committed each year 后制定于修饰crime 犯罪就commit a crime 这个搭配 好 这几个固定用法 修饰fraction搭配 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背起来 语言这些小的细节 把它记住之后 我们这个语言的大厦 一砖一把 就雷起来了 不要忽视每一块砖头 这个不及鬼 不无一致千里 英语中确实是这样 他说呢 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生物 the die 就定义从巨来 死的生物怎么样 用这个方式保存下来了 before decay sets in 这set in 是个固定搭配 而且用的特别多 set in 表示什么呢 不愉快的事情 开始并可能会期许 他们set in 他说 if something sets in 如果某个东西 sets in了 什么意思呢 especially something unpleasant 尤其是一个 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它开始了 而且有可能呢 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就不愉快的事情开始 并可能继续下去 这个叫set in 不愉快的东西开始 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比如说 further economic decline set in during the 1930s 在1930年代 继一步的经济衰退 开始了 并且长期持续下去 30年代著名的大萧条 好 再比如说 despair seems to have set in among the England team 在英格兰球队里边 这个绝望 看似 以乎开始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并且可能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 set in 表示不愉快的事情 已经开始了 并且要持续下去 本分钟也是 开始腐烂了 并不是一烂 马上又不烂了 烂得烂一段时间之后 set in表示 不愉快的事情开始 并且会持续 or even more like 更可能的是 在食副动物吃掉它们之前 它们才有可能被掩埋下去 多数情况是烂掉或者被吃掉的 这是第一句话 那第二句话解释 为什么呢 你看咱们多次说过 段落内部的逻辑结构 多是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 多是前一后果 为什么呢 看第二句话 看屏幕 为什么会被吃掉呢 after all 毕竟 all living creature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else whether it be plant or animal dead or alive and it is only by chance that such a fate is avoided 那么这个句子还是一个 由and连结的两个并列曲 拼了一会儿 第一句里面 第一句话里面先出叫 after all 毕竟 这是壮语了 毕竟怎么样 所有的生物都是靠 这个捕食其他的东西 来生活的 live by doing something 叫靠做某事来生活 这个在三册的第27课 就讲过 是老师的复习了 后面出现了一个 这个让步壮语总句 无论是植物是动物 是死的还是活的 就是他们吃的东西 无论是动物是植物 死的还是活的 那食物动物呢 吃的就是死的 就这个意思 这个whether it be 这个出现必动词原型 这是咱们复习 咱们的18课 这个海豚这棵书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就讲过这个搭配 那么让步壮语从中中 这出现了特殊的B型的虚拟 就必动词用原型了 我们说过 这种虚拟 其实没有任何虚拟的意思 仅仅增强了文言的色彩 这是个知乎者也的书面语 在我们高级书面语中用的更多 它比较文言 它用到古文的味道了 就是相当于whether it is plant or animal 无论它是植物还是动物 是死的还是活的 这plant or animal 在这儿呢 都是并列出现 并列出现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用再加观词了 我们说母子之间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son 就不用说 between a mother and a son 用不到了 两个并列出现的名词 可以直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不用用复数 前面也不加观词了 这个用的是对的 and 引出并列剧 第二个并列剧里面 出现的是强盗巨型 it is 跟 that 是普通强盗巨型了 只有是偶然的情况 only by chance 强盗还是壮语的 怎么样呢 这样一个命运能够被避免 什么命运呢 就被吃掉嘛 被吃掉的命运 才能够被避免 就多数情况呢 这个尸体没有保存之前 就被其他动物给吃掉了 因为很多动物是死的嘛 death or alive嘛 死动物它也是 这个里边 我们首先看看 live by doing something 就是靠做某事为生 这个live by something 和 live on feed on 做一个变析 live by doing something 表示什么呢 live by means of doing something 靠做某事 这个途径为生 靠做某事为生 live by后面跟doing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我们的老朋友 先复习三册第27课 不买也不卖 讲流浪汉那课书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eads by say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 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这三册27课 那么我们再复习 三册的第38课 最早的日历 这颗书 三册那边 第38课 那些做了这些标记记号的 游牧民 他们怎么样呢 靠鱼猎为生 靠打猎和捕鱼为生 靠鱼猎为生 做这个事为生 在最后一个冰川级 那么大概呢 开始于公元前三万五千年 结束于大概公元前一万年期间 这个live by doing something 靠做这个事为生 但复习一下 我们在原来的21课里面讲过 live by something 不是doing something了 live by something 这表示live according to something 按照什么什么来生活 这不是通过做这个事 这个途径了 按照根据什么什么来生活 比如说那么回顾 I have always tried to live by my face 我一直努力呢 想按照或者根据我的信仰来生活 按照我的遵照信仰来生活 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21课里的句子 就是121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21课 这个早期西部片这个说 121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We still do Living in a world in which undeclared aggression or hypocrisy chicanery anarchy and impending emulation ar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We all want a cold to live by 我们现在依然是这样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什么呢 不宣而战的侵略 战争 还有虚伪 还有什么欺诈 无政府主义 还有渐渐临头的杀戮 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准则 这code可以变成一套规章 一套原则 赖以生存的准则 Live by something 是按照什么什么来生活 这个可以做辩析 把它记住 还有呢 我们看到本文中 还有我们 All living creature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这个feed on something 是表示什么呢 吃其他动物为生 这也是以什么为生 吃其他动物为生 大家还记不记得 cows feed on hay 就是母牛或者奶牛 是吃草料为生的 吃草料为生 我们看这个 在复习这个里面 我们在第七课也讲过 四十一页的十三到十四行 四十一页十三行到底十四行 第七课蝙蝠那个说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ertain beds emit squeaks and by receiving the echoes they can locate and stay clear of obstacles or locate flying insects on which they feed 据发现 某些蝙蝠会发出尖叫声 并且通过接收这些回声 它们可以定位 并且绕开那些障碍物 或者是它们要捕食的那些蝙蝢 选定它的位置 on which they feed 这个on是跟feed 搭配捕食 所以feed on something 它后面既可以跟植物 也可以跟动物 它的草食性动物 肉食性动物都可以用feed on 就吃某个东西为生 但一般是指动物 如果专门指肉食性动物捕食 用法是feed on的一半 那用preon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七课也讲过 preon是捕食其他的动物为生 它后面一定跟其他的小动物 而feed on后面是植物动物都行 你像owls play on mice owls猫头鹰 这是肉食性的 猫手头鹰捕食老鼠 对吧 但人要是以某东西为生 吃什么为生 live on something I live on rice 我主要是吃米饭的 只是这么一个 这个做个辩析 把他取分开 好 再回到剧中 毕竟所有的生物都是靠捕食其他东西为生的 whether it be planet animal dead or alive 刚才说了 这是让步状语从中特殊的B型的虚拟 把B动词用原型表示 这不是虚拟器 理论是虚拟 但其实是一个文言的书面语 仅仅增强文言色彩 回顾一下 这个结构跟它一样的 104页第10行 18个海豚 104页的第10行 回顾这句话 whether it be bird or fish or beast the purpose is intrigued with anything that is alive 无论是鸟 是鱼还是野兽 海豚对任何活的东西都感兴趣 whether it be bird or fish or whether it be 这个B根本能弄异曲同古之妙 让步状语从中都可以这么来用 不见得是whether引导的 其他的也一样 咱复习这个句子 though he be the president himself he shall listen to us 尽管他本人是总统 他也应该听从我们的意见吗 though he be 这也是 本来是though he is 这是文言的书面语 而且大家复习 我们在这个结构里边 还有一种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把这B动词 干脆放到了从句的句首了 然后代替原来的连词 你看这个就会变成 be it bird or fish or beast 这个变成 be he the president 这个结构也行 这个时候放到从句句首之后 代替连词 代替连的是什么 就始终通过上下本来判断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文气的书面的结构 你像本剧中可以做这个改变 做这个变化 after all living Christian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else be it plant or animal that or alive 不管他是动物植物 死还是活的 用这结构可以 刚才18课可以变成 be it bird or fish or beast 无论他是鸟 是鱼 还是动物 还有刚才那句话变成 be he the president himself 尽管他本身是总统 但是依然应该听从我们的意见 这个必动词 放在句首有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是从句句首 未必是整个句句首 我们在这个看 咱们侄儿义的一篇写作的范文 因为李老师同时 这个教侄儿义的作文 你看有一篇 医术的范文里面 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个剧情 咱们看能不能看懂 Once the educators be the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students even the democratic situation would be like holding royalty accountable to the mob 你看在范文中 就是考生里面 也写出了这种 B型的非常精彩的 让步装一层的虚拟 这是个美国考生写的范文 确实美国同学 这个写作能力不错 一旦这个教育者 无论他们是管理者 还是老师 就学校的管理者 还是老师 be the administrators or teachers 相当于whether they be 无论他们是谁 我们看到被想象的是whether whether they be 把be放到从今具手 代替whether 变成be day 无论他们是什么 一旦他们被学生所控制 就要听从学生的意见 学生控制老师 控制教育者 怎么样呢 即便是最民主的一个情况 都像是怎么样呢 让王室成员 为那些暴民来负责一样 Royalty 咱们在第九课 王室建议活动讲过 就王室成员 可以当不可说明词 accountable be accountable to 是为什么什么来负责 Mob是暴民了 所以就说呢 这个老师 被学生控制是不对的 学生至少应该听命的老师 学生的意见 老师可以参考 但学生完全 这个为老师发号施令 这就好像是 让王室成员 为暴民去服务 是一样的 这是不行的 是反对 这个老师应该被学生控制 这个观点 你看bele这个结构 我们顺便可以记住 跟本文中的结构 如出一辙 都是B型的 让步状异中的虚拟 仅仅增加了文艳的色彩 咱们写作中 尝试用了一两个 明显给咱们文章 增光天彩 一看 古香古色的文章 其实好像我们 老外写中文 上了几句古汉语 我们想 这个老外很不简单 容易给咱们写作加分 所以咱们写作 是个卖弄的过程 你会你不用 那老师怎么给你打高分 对不对 你有个同学说 你说的我都会 只不过我没写罢了 那因为老师说 我想给你高分 只不过没给罢了 咱们会的东西 写作中都不得用一用 但你平时你不练 不动笔 这很难去提高 所以李老师 在写作专项提高 这个课里面 后面还有一些范文 咱们三册四册 写作专项提高 前面总结了 咱们精彩的剧情 后面还有 各有一些范文 各十篇范文 里面你看看 把性感点黄金群 能用上就容易写得漂亮 好 再进一步往后看 他说呢 Whether it be a plant animal or dead or alive And it is only by chance 只有在偶然情况下 这样一个命运 能够被避免 这偶然地 by chance 固定搭配 咱们复习复习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by chance by accident 还有accidentally 这几个在三册的27颗讲过 它的反义词 是故意的 诚心的 on purpose intentionally 或deliberately 叫有意义的 诚心的 而这是偶然的 无意识的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先读一下偶然地 by chance by accident accidentally 再读一下诚心的 on purpose intentionally deliberately 这几个作词辩析 本文章说 只有在偶然情况下 这个命运呢 才能够被避免 好 这句话 咱们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the remain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live on land are much more rarely preserved for there is seldom anything to cover them over 那么这个句子里面 是一个可以看作 主句再加从句构成的 这么一个小的复合句 首先这个句子的主语是 the remains of plants and animals 就是植物和动物的这个尸体 它的遗骸 怎么样呢 that live on land 这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植物和动物嘛 生活在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 它们的遗体 那么更罕见的能够被保存下来 这个are much more rarely preserved 是主句的未动词了 然后呢 for开始到句末 这个斜体字在下号线的部分 明显是原因上有充足 为什么呢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把它们完全覆盖 路顶上 死完以后暴露了 马上就烂了 或被吃了 这里面只要注意一个 就是cover something over 这个大体把它看懂就行了 什么叫cover something over呢 中间这个双箭头 比较这个over是副词 如果这个something比较短 可以放在中间cover it over 比如说个that's it 如果something比较长 是个名词 一般就cover over something 把它后置就好了 over是副词 放在避语前避语后都可以 就是to put something on top of something else so that it is completely hidden 就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东西的上面 使下面这个东西完全被隐藏起来 就完全覆盖住 这个意思 比如说 the female lays a single egg and cover it over 这个雌鸟下了一个蛋 然后呢 把它完全盖住了 用别的东西 把它完全盖起来了 在陆地上的动物呢 植物很少能够被 这个保存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把它盖住 看下一句话 为什么呢 他进一步给出例证 来证明陆地上的动物 确实很少被隐藏 他说 when you think of the innumerable birds that one sees flying about not to mention the equally numerous small animals like field mice and voles which you do not see it is very rarely that one comes across a dead body except of course on the roads 这个整个的 一二三四前四行 都是由win构成的 巨大的一个时间状态从具 他说 当你想到那些 数不胜数的这些鸟 后面这个 that one sees flying about 这是一个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鸟了 就是人们看到 飞来飞去的这些 数不胜数的鸟 about 像around 在周围飞来飞去的这个鸟 inumerable 表示无数的 更不要说 not to mention 更不要进一步 这个这个句不说 这鸟之鸟还有什么呢 更不要说 同样的数不胜数的小 同一次替换 小动物 后面从来开始 到第四行结束 这是后制定义 还验鼠这样的 再加 什么 填鼠验鼠这样的小动物 it is very rarely 非常罕见的 前面这个it呢 还是个形式主语 后面那从去到剧末 这是真正的主语重剧来 什么是不能罕见的呢 主语重剧在剧末 that one comes across a dead body 就是我们能够在 在陆地上 能够偶遇一个 死亡的一个 身体 一个死尸 尸体呢 后面有个 戒指动员当状语 除非当然了 是在路上 可能看到被压死的动物 但是我们很少 在路边 在 在田地里边 看到一只死的动物 对吧 我们想一想呢 天上这么多鸟 这么多动物呢 遍地都应该是 是尸体了 但我们基础 很少碰到 所以确实 陆地动的尸体 很难保存下来 这给出证据了 这里面首先注意 那个 innumerable 叫无数的 数不胜数的 它的替换词特别多 innumerable 就相当于 我们在后半句 出现那个numerous 这是个替换 数不胜数的 还可以用countless 数不值 刚好发现 无数的嘛 看上去数数 数不了了 无数的 还像a host of a mass of 数不胜数的 a great many 甚至a large number of 都可以表示大量的 数不胜数的 在写作中 这些词可以替换 那我们分别读一下吧 innumerable numerous countless a host of a mass of a great many a large number of 都可以表示 非常非常多的 数不胜数的 我们想一想那些 飞来飞去的 数不胜数的鸟 not to mention 但是更不用说 那些同样 数不胜数的小动物 更不用说 not to mention 这个第四课讲过 咱们两个常见习语的变析 都是更不用说 一个是let alone 一个是not to mention 咱们先复习 先文故 一会儿再执行 let alone呢 一般用在否定句后 表示这个都没有 那个更没戏了 not to mention呢 放在肯定句后 表示这个 更不用说还有那个了 更多更厉害了 对吧 所以let alone放在否定句后 not to mention放在肯定句后 中间场合不同 搭配不同 let alone后面加各种词项都可以 名词 动词 加从句 加什么借词段语都行 但是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not to mention 后面一般加名词 或者名词段语 因为mention是极无动词 所以搭配也不一样 那咱们复习 还记得这样的句子吗 the baby can't talk let alone run 这个宝贝 这个婴儿啊 连说话都不会 更不用说跑步了 否定句后 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动词 let alone用的对 这个点 我not to mention 就错了 he can't run hundred years 他连一百码都跑不了 let alone a mile 更不用说一英里了 否定句后 前面是一百码 后面一英里 前面名词 后面变了名词 I don't suspect him of theft let alone of robbery 我不会怀疑他偷窃 更不用怀疑他 更不用说怀疑他抢劫了 否定句后 前面是of theft 后面用of robbery 前面跟什么 后面跟什么 但not to mention 放到肯定句后 他后面再名词 后面再算语 比如说 they own two houses not to mention a yacht 他们有两栋大房子 更不是说 还有一个游艇了 更牛了 the dampness is unpleasant not to mention the girl cold 这个潮湿本来就令人不愉快 更不用说 还冰冷了 又冷又潮 更难受了 not to mention 就更不用说 放在肯定句后 这个有 这个也有 后面加名词段语 这是复习 不能光温故 咱们还得知心 表示更不用说 还有更多的变化 但是它都基本可以归成这两大类 比如说 当然我们这个来头总 再看一个例子吧 看一个更长的例子 这个在我们的 这个 第43课里面 先看一看这个 251 第26到27 43课里面 251 第26到27 看这句话 是不是也是 land long的用法 用的对不对 Similarly Our own present primitive chemical rockets Though good enough to orbit man Have no chance of transporting us to the nearest other star to the nearest other star for light years away 尽管它足够好可以把人送进轨道 是数十光年 是数百光年之远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了 这个都不行 那更美其 let alone 否定句后 前面跟一个名词表示距离 后面还是表示名词的距离 这是let alone 我们再举一番再多看几个 表示更不用说的有很多 但基本可以归成这两类 比如说 much less still less 更不用说这个了 它跟let alone用法一样 什么用法呢 放在否定句后 后面跟各种词都行 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跟let alone一样 放在否定句后 各种词都行 比如说 Tony can barely bowl you an egg much less cook dinner much less 更不用说 对这个Tony这个人呢 连煮鸡蛋都不会 更不用说做饭了 前面煮鸡蛋动词断语 后面做饭动词断语 对不对 这个都不行 那更没戏了 再比如说 I've never seen the man much less spoken to him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更不用说跟他说话了 你看前面是否定句 后面是否定句 never从来没有 前面是动词断语 是过去分词完成时 后面还是动词断语 的过去分词 spoken going to seen 是并列的 再比如说 still less no living person seem to notice him still less to like him 前面是动词不定试 后面是动词不定试 没有任何的活人 看似曾经注意过他 更不用说喜欢他了 那个都没戏 这更没戏了 你注意到了吗 much less do less 跟let alone一样 复习片 放在否定句后 后面跟各种词都可以 各种词都可以 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还有一个 to say nothing of 更不用说这个了 它跟not to mention一样 放在肯定句后 这个也有 更不用说那个 是更多了 肯定句后 两个都有 而且后面一般加名词 后面是算语 因为off后面是借词 对不对 借词后面加名词 名词算语 咱们看例子 it would be an enormous amount of work to say nothing of the cost 我说你要这么做的话呀 它将会有巨大的工作量哦 更不用说 还要花很多钱哦 工作要做 钱要花 两个都有 我们家名词段语的cost 是这么来用的 再看一个例子 We will need more time to say nothing of money 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 更不用说 还有更多的金钱了 注意后面加名词 放在肯定句后 时间金钱我们都需要 这是咱们复习总结 Let alone 同一类的有 Much less do less Not mention 同一类的有 to say nothing of 这样来 咱们把更不用说 常见大费心中有数了 你看 我们不但认识 而到了四侧里面 更高级的 我们能从容的 把它用对 用好 这个认识和会用 完全是不同的 两个境界 一个是刚入门 小儿科 咱们达到 很高级高端的 这个状态 但是必须 基本功的特别扎实 否则的话 你打累就被人打死了 这个心中 必须得有数 好 回到剧中 更不用说 同样 数不胜数的小动物了 像什么 Field mice 就Field mouse 田鼠了 And vows Vows是燕鼠 你看不见的 田鼠燕鼠了 It is very rarely that when comes across the dead body comes across 来自come across 就邂逅 偶遇 不经意间遇到 come across 这里像的 encounter 表示偶遇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come across encounter 在读快的 t又会做话 在那边 encounter encounter 什么呢 If you come across something or somebody you found them or meet them by chance 如果你come across 一个人或事物的话 你无意中 偶然地 发现他们 或遇见他们 所以就偶遇 或者是邂逅 这个意思 我们跟人 跟事物都行 比如说 I came across a group of children playing 我偶遇了一群 正在玩耍的孩子 偶遇邂逅 没有计划 我无意中 遇到了 或者碰见 发现了 这个意思 就是很少 人们能够偶遇 在走的过程中 无意中 看到一个 此事 当然 除非是在路上 except of course on a rose on a rose 算的except of course 是差入语 except是借词 我们说了 借词短语 可以做借词兵语 咱们在前面 早就讲过这个知识 借词短语 可以做借词兵语 在工业中的秘密 这个书中 实物课中 咱们说过 那么尤其是except except是借词后 经常用借词短语 做它的兵语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staff are not permitted to make personal phone calls except in an emergency 员工们不被允许 打私人电话 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 except in an emergency except 后面加借词 当然一种定语 再比如说 the weather has been fine except in the north 除了在北部地区之外 天气这个状况 是晴朗的 晴好的 except in the north 加in 那不一定都可以in 跟别的借词也行 the store is open every day from nine o'clock to five o'clock except on Sundays 这个商店 每天从九点到五点 都开门营业 除了在星期天之外 except 我们叫on Sundays 做它病 是这样的 好 后面进一步说 那又为什么呢 你看这为什么呢 又为什么呢 第五句话 为什么咱们的路上 很难去 这个去去去碰到一个死动物呢 那为什么呢 后面进一步解释 看下去 看屏幕 为什么呢 they decompose and are quickly destroyed by the weather or eaten by some other creature 他们腐烂掉了 毕竟很快呢 就被这个天气所摧毁了 或者被其他的生物给吃掉了 这个and 是连接几个并列微语动词 第一微语动词 decompose 第二个微语动词 are quickly destroyed by the weather 是状语 方式状语 是被天气所摧毁了 天气慢慢一弱 就烂了 对吧 然后呢 or eaten eaten是跟前面 destroy的搭配 说明也是are quickly eaten are quickly被去掉了 因为这个微语动词并列 are quickly就没了 并且很快 被某一个其他的生物给吃掉了 这个creature 是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但some 可以跟单数名词 翻译某一个 它不一定是一些 some people 一些人 some person 就某个人 就好了 或者是很快被某个动物给吃掉了 就这么一个 是说了 我们说这个 第二段大概介绍了一下 这个 这个动物被保存下来 一般是在水里边 在陆地上的动物呢 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掩盖它 它一般一死之后被掩埋了 它一死之后被吃掉了 或者立刻就烂掉了 而基本在水里的话呢 能够保存下来的几率 其实也并不太高 好 第二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就这么多了